好咱们继续啊 下面一个呢 讲层次化的啊 层次化的啊就没什么好想 刚才其实我们 研究class的list的时候 那就是层次化的啊 对不对 什么意思 这台设备 它也是啊了 那这两台设备 既是路由反射器 又是路由反射器的什么 客户端 他们既是下面这些设备的路由反射器 又是这台设备的路由反射器客户端 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好 这没什么好想 好下一个呢 我们讲是这个 在网络中间 我们一般会使用路由反射器的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当有了路由反射器以后 这个网络中间 可以预期 可以预期啊 预期 是肯定会有是吧 肯定会有次右路径的 肯定会有次右路径的 好 那这个怎么看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链路 所有链路的cost值都是完全一样 所有链路cost值都是完全一样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路由 x这条路由 x这条路由器啊 他有一条路由10.1的这条路由 会发给谁 会发给a1这台设备 会发给谁 会发给b这台设备 然后呢 a和b呢会把这个路由发给谁 发给a 对吧 那在a上面的话呢 他会学到是吧 10这条路由 有两个 下一条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 他总会选一条吧 选谁 比方说选a 这时候 他会把自己认为最右的路由 发给谁 发给他的另居 对不对 他会把自己最右的路由 发给他的另居 比如说他发给谁了 发给谁 10的路由 下一条是a 10的路由 下一条是a 是这样的吧 好 那这时候就完了 实际上呢 d这台路由器去往 这个十日网段的时候 是不是这条路最右啊 但是因为他要去往a 很有可能会走哪条路 会走这条路走 这能听懂意思吧 这很容易理解吧 对吧 就是说呢 我们 c会从a走 然后呢 d有可能会从这边走 那实际上他从这边走 是不是最右 能听懂意思吧 走这边走是最右 所以说呢 为什么会产生次右路径 最重要的原理 就是因为a只会将自己 认为最右的路由 发给他的邻居 但是你认为最右 那我是不是也一定认为最右啊 如果你说你把两个下一条 都发给我的话 我肯定全逼了 因为cost的知晓吧 能听懂意思吧 所以说呢 只要在网络中间 你用了a了 很有可能会产生次右路径 那产生次右路径呢 方法呢 我们在前面给你列了四个 对吧 列了四个 哪四个呀 虚拟下一跳 然后 shadow 或者shadow session 然后呢 还有什么prc 还有那个叫additional path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 给大家讲一个 先讲大家一个 虚拟下一跳这种方式 虚拟下一跳这种方式 好 那虚拟下一跳 这是线往中间 现在用到的方法 线往中间用到的方法 那线往中间用的方法是怎么用的呢 怎么用呢 首先 在a这台设备上面起一个环约口1 环约口1 呃 b上面也起环约口1 这两个环约口呢 ip是相同的 比如说 它的地址是ab 点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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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32倍 可以吧 啊 然后的话呢 在将这个接口 在rgp里面进行通告 在这个接口 就rgp里面进行通告 我这边写了啊 第一步 你起一个环约口 或者是起个静态路由 起个环约口 或者起个静态路由 啊 起相同的 把它netlock进 igp 或者是重温不进bgp 都行 重温不进bgp都行 ok 好 一旦把它netlock进bgp 或者重温不进bgp以后 那 每个路由器学到这个12 就是ab的这个路由 是不是 它会选择 不同的路径啊 比如说 c认为 去往12哪条路径 去往ab哪条路径 是不是这条路径啊 因为 靠子的小吧 d认为 去往12哪条路径 是不是这条路径 因为这条路靠子的小吧 但是如果说 这台设备荡了以后 它去往12 是不是会从a走啊 能听懂意思吧 ok 好 第一步先把它放到rgp 第二步呢 我们 aspr 这是aspr 叫做自制系统边界设备 边界路由器 对吧 aspr 自制系统边界路由器呢 在发给r的时候 挂一个rude map 把这些路由 下一条改成什么 下一条改成ab 下一条改成ab 好 那这时候呢 r收到以后 它会反射给c 会反射给d 反射给c和d以后 那这时候呢 10网站的这个路由 下一条是什么了 不再是a了 是什么 是ab吧 10网站 是不是ab啊 好 那根据d规查找原则 对吧 ab从哪走进 从这边走进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 嗯 d这台设备 就从这边出去了 c这边设备 就从这边出去了 这就是 虚拟下一条 这个下一条呢 本身是不存在的 不是用于bgp的 对吧 我们让它做 是为了让它 让每个出口都能用上 那听懂意思吧 每个出口都能用上 好 第二步呢 我们在bgp里面去做 在bgp里面做 像啊 这个发路由的时候呢 挂一个rude map 在rude map里面呢 把下一条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地址 同样 r这个aspr呢 也是一样做 那听懂意思吧 也是一样的做法 好 这个呢 就是虚拟下一条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然的话 你有两个出口 最终只有一个出口 会走流量 另外一个出口 不会走流量的 那听懂我意思吧 只有一个出口 会走流量 另外一个出口 不走流量 好 这个呢 就是通过虚拟下一条的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不是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 刚才我写的是静态 这个路败口 实际上还可以写静态路由 不愿意起路败口呢 就写一个 静态路由 rude map 32倍 对吧 比如指向哪里 指向道零 指向道零以后呢 把这个静态路由 给重分布进你的IGP 重分布进你的IGP以后 同样道理 别人的路由器 也是可以学到的 那听懂意思吧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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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做一遍 就需要做一遍是吧 需要做一遍 我就做一遍给你们看 我做一遍给你们看吧 反正无所谓 你们都已经准备打烧回家了对吧 哈哈哈哈 你们都已经准备打烧回家了 那无所谓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图做一遍 比较简单 没什么东西 啊 好 那我们就知道这是R1 这是R2 这是R3 R4 可以吧 R1R3R4 这个呢 就当R5 可以吧 上面这个设备 就当什么呢 就当R6 好 就R6 1R3是5 加一个R6 做一遍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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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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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这边呢 都用这个 这个是 我们把口给画一下 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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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以太0-0.14 这是以太0-0.45 以太0-0.34 这是点25 点15 这是点16 点26 行 放到这儿来了 我们起RSS 起RSS RSS每条列路扣词是一样的 都是实 就没有什么穿口和制分了 就没有穿口和以太制分了 好 RouterSS Net47.000 0.000 0.0001.0 iSTYPE Level1 对吧 Level1 然后呢 你的接口 IPRouterSS 然后呢 这个是 是1-0口 然后呢 以太0-0都是大 Default interface 以太0-0 以太0-0都是大 以太0-0.15 风能到DQ15 10.1.15 5.1 以太0-0.16 风能到DQ16 10.1.16.1 以太0-0.14 分成DQ14 1.1.14.1 以太0-0.14 IPRとSS 以太0-0.15 16 2 那几个接口 S2-0 S1-0 这都配好了 25和26 default interface 以太0-0 以太0-0 都是大 以太0-0.25 分装DQ25 10.1.25.2 以太1-0.26 分装DQ26 10.1.26.2 router rss net49.00 0.0.0 Lever 1 S1-0 S2-0 以太0-0.25 26 好 好 好 R3 3呢 是 s1-0 s2-0 34 以太0-0.34 封装DQ34 10.1.34.3 router ss net49.0.00 0.0.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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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means minutes se1-0.4 没配IP 10 1.34.3 唉 哦 就搞错了 这是35 这不是34 这是35 我讲了 default interface 就是no interface 以太零杆0.34 s1-0口 10.1.34.3 以太零杆0.35 分达dk35 10.1.35.3 bouter ssnet49.0.1.0.1.0 就做过了对吧 interface的lubb clean s1-0 s2-0 以太零杆0.0.35 好下一个就是r4 4在这 s1-01445 default interface以太零杆0.0 以太零杆0.0.14 分达dk14 10.1.14.4 1Ti0-0.45,分为WQ45,45.45 RouterSS,49.000,0.00,0.04,0.00,SType Level 1 RooterSS,10.1.30.4 IPRouterSS,1Ti0-0.14,45 好,下一个就是25,对吧 RouterSS,0.0.0,Default RouterSS,0.0.14,分为WQ14 搞错了,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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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5.5 RouterSS,0.0.25,分为WQ25,10.1.25.5 35,分为WQ35,10.1.35.5 RouterSS,2.1.25,分为WQ45,45.5 Gro purpleSS,4.0.0.00,0.00,0.005,0.00.0, shot. RouterSS,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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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35,45 好 我先看这个邻居关系起不起来 show cns neighbor 三个路由 三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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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cns neighbor 四个邻居 没问题 路由是不是12345都有 12345都有 行 那下面呢我们见 bgp0g 大家都跟r2-0g 对吧 好 把这个给弃好 interface都back0 6.6 interface以太0-0 都是代以太0-0.16 送到downyq16 10.1.16.6 以他0.0.26 分达到底Q26 10.1.26.6 是吧 直接起BGP6 BGPROTA D6.6 Never say Never咱们的 10.1.16.1 Remote是1 10.1.26.2 Remote是1 Network66 Interface lookback1 66.66.66 好 下面的话呢 咱们在这做了 对吧 I No No BGPROTA D是1.1 跟R2-0 对跟R5-0 R5是路由反射器 对吧 路由反射器 跟EBP-0 16.6 R 也是一样 No Auto BGP-ROTA D2.2 跟EBP-0 G 跟R-0 G 23 一样 3.3 Never say Never Never 咱们的这个叫做 5.5 就做一个邻居就行了 对吧 R4 一个邻居 4.4 Never 是吧 5.5 对吧 5.5 OK 好 这个做完以后 就到R5了 RouterBGP是1 No No BGP BGP-ROTA D5.5 Never say 1 2 2 2 Never say 2 2 3 4.3 4.4 好 这两条路由呢 我们是应该打Nectopself的 对吧 R1对咱们的 要打Nectopself R 应该对咱们的R 求Nectopself 是这样的吧 嗯 OK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在R5这块 您看到邻居有几个呀 有四个 对吧 有四个邻居 R6这块呢 有 两个邻居 对吧 两个邻居 好 我们把66发给 好 这图插一下啊 66的这个路由 是不是发给A 发给了B 嗯 那A和B 都发给 R 你在R上面就看见 R5 受BTP R PVS Unicast 是不是能够看到两个 对吧 没有最后 为什么 是吧 最后了 选的是谁 选的是R1 对吧 啊 选的是R1 OK 那这样的话呢 他再发给 R3和 R3在这 这是R4 这是R1 这是R2 发给R3和R4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1啊 对 到3上面去看见 是1吧 到4上面去看见 是1吧 OK 是1哈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3在去往66的时候 从哪走 啊 走1走 走1走从哪走 R2 是从 是从这边走 还是从R 不一定走R2走 BTP的下方是R3 我们看在R3这边 在R3这边你的路由 1.1嘛 1.1 实际上是负载军行 应该是吧 这是负载的呀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你从你从这条路可以走 你从这条路也可以走 是不是 啊 假设说我们把 中间这条路 改的小一点 改上几 改上五 啊 每条列路的cost 值默认都是10 10 20 10 20 这边10 5 就是15了吗 对不对 只要把这个借口的cost 值改成5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 R3S每条路都是10 每条路都是10 好 我们把这条路改成 那个 35 OK 比他0-0.35 R3S Metric 改成5 对吧 这时候你再一看见 去完1.1从哪走 哎 还没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别急 别急 这时候应该出来了 135 啊 就是说 也就是说呢 他实际上呢 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是走这个 这个路走的 我们Tress一下啊 Tress Tress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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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ress不通 Tress不通 对 没有回报路由 对吧 但是去包肯定是从 这边走的 对不对 去包肯定是从这边走 这边Tress不通的 因为没有回报路由 去包肯定是从这边走了一圈 这个是次右路径吧 实际上从这边走 是不是最右 对不对 从这走最右 好 我们来做了啊 做法 怎么做 在两个ASBR上面 做 两个ASBR上面做 还一口或静态路由都行 那么就用静态路由吧 静态路由很麻烦的 我还是用还一口吧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咱们是RSS 啊 RSS 我们讲过 不是从分发直连 是从分布的路由默认是在Level2的 我们这时候呢 是Level1 对吧 默认的话呢 是在Level2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这边都是Level1嘛 你还得挂rootmap setLevel1 对吧 实际上呢是可以做 不是不能做 那么就 大家想看 我们就看一下 对吧 iproot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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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吧 在RSS里面 重分布静态挂rootmap 比如说S 对吧 这个后面能不能直接加呢 直接加 直接加那太好了 直接加Level1就行了 就从分布的路由直接进什么 Level1 直接进Level1 就夹入的那个了 把这个去的 Ready to the static Level1 2也是一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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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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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呃 闹零 Router RSS 重分布静态 Level1 默认是在Level2的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R3 R4 各能学到这个路由 你到R3那边去看去 你到R3那边看 12路由 在这呢 对吧 是不是去往2 是不是去往2 在R4上面看 收IP 12路由 是不是去往1 是去往1吧 12路由是去往1 因为这条路是10吗 对不对 你从这边过来 和从这边过来 他都那个 他都比10要怎么样 要大吧 对不对 啊 都比10要大 好 那咱们再继续哈 咱们再继续 如果说我把一台路由器的 烧弹掉 就是静态路由给烧弹掉 我把一条静态路由给烧弹掉 那相当于这台设备当了吗 对不对 这台设备当了 设备当了以后 R3能不能指向 这块 可以吧 到R3那边去看见 收IP过来 是不是指向5了 对不对 是不是从5这边走了 比如说呢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可以冗余的 对不对 啊 可以冗余的 ok 再敲上的话 他也会从哪走 他又从这走了 对不对 就从这走了 再去看一下 到那个上面看 R3 收IP路由器 再去看一下 12的路由 是不是就从2走了 是吧 好 下面的话呢 咱们ASBR对路由反射器 发路由的时候 做 呃 neigh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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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 流反射器 5.5.5.5 我们就不要next of self了 你就不要了 我们就干什么 把roadmap了 on hop out roadmap on hop set IP next hop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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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对吧 好 你到R3间去 roll的BGP neigh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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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5.5 挂路由器 on hop out neighbor 5.5的next of self 咱们就不用了 对吧 不用了 好 挂路由器 route map on hop set ip next hop 12.12.12.12 就是 把这个 吓一跳 改成谁 相同的那个地址 对不对 clear IPBGP信号softout clear IPBGP信号softout 你这到R3上面去看见 这到这个 R3和R4上面去看见 对吧 受BGP IPV4 unicast 路由是不是指向strually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转发的时候怎么走 受IPCF 你到66看见 是不是指向A1 4指向A1 对不对 然后3呢 受BGP IPV4 unicast 12 受IPCF 是不是指向R 对不对 因为FID表的话 是我们最终走的那个数 走的那个表 对不对 这个是低规查到以后真实吓一跳嘛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呢 R4走1走 R3走2走 是不是走 最右路径 对不对 如果一台设备当了以后 能不能做一个 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冗余 可以做冗余吧 而且这个冗余的话 是通过RGP来做的 还是通过BGP来做的 是通过RGP收敛来做的吧 对不对 RGP感知到这个断了以后 RGP重新计算 RGP的收敛速度 要比BGP收敛速度要快 以前 咱们如果断了是怎么走的 比如说发了 发过去 他呢 选的是A 假如说选的是A 我告诉4 去往10网段 你的下一条是A 去往10网段 下一条是A 如果A断了以后 会怎么办 首先我会通知你 哎我断了 我没路由了 或者说你自己敢知道 邻居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重新计算 对不对 重新计算 好 去往10的话 我们应该选谁 应该选B 应该选B 然后呢 再发送更新 告诉你是走B 然后呢 你再把它放入路由表 就是说你先放入BGP的转发表 然后BGP转发表呢 再放入路由表 放入路由表 完了以后再放入FIB 这时候数据包再走 那听懂我意思吧 而现在我们用虚拟下调的方式呢 如果你设备当了以后 我们RGP通知你 12这条路由没了 你怎么办 你直接就通过RGP 收链计算 计算完了以后 直接放入什么 路由表 直接放入什么 FIB就没了 因为你BGP需要动 BGP不需要动 能听懂意思吗 因为BGP 不管是从这边放入去 还是从这边放入去 下一下都是12 能听懂吗 都是12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流程要比 你原来这个更新的流程 要少很多 又可以加快速度 又可以做拱鱼 又可以走自由路径 这就是虚拟下距跳 那听懂我意思吧 好 这块就OK了 OK 就解决这个 有了 如果反射器以后 会有持续路径了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回头我们再讲其他的 回头再讲其他的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